HP 香港版本 564 920 還有外國和中國版本 178 364 862 都是這樣 換芯片在代用盒上用 因為代用盒上是沒有芯片的 你想永久加密的話 就要將原廠的芯片換上代用盒 通常原廠的芯片都有幾個款式 一是大一是小 這個也是564 920是這樣的 芯片有新舊款 教你兩個方法去挑一顆芯片出來 因為舊款是很容易挑的 用刀片割出來就可以 這個是舊款的 920有新舊款 用刀片 就是這樣割出來 這個比較容易 待會那個比較困難 那個要慢慢做 這個就是這樣 割出來 慢慢推 看到我這麼近 這樣就推完了 整顆就蓋了 放在哪裏用呢 這個黃色 當作是920 這個920 564也是這樣做的 外國版本自己印 這個黃色 剛剛有四方塊的底線 照貼上去 因為這裡還有黏力 如果沒有黏力 就用雙面膠紙來黏下去 這樣按下去 剛剛有四方塊的位置 這樣放上去 其實你這樣壓下去 它的接觸位置在下面 你碰到它 這樣就不會掉 其實都不會這樣就位 這樣就可以加密 就這樣放上去 這部機器都顯示 是沒有墨水量的 其實你最主要裡面有墨水 它說你沒有墨水量 它都會給你照印 它感嘆號 你照印 印到它有一天 它說請你跟換墨盒 你有墨水就不怕了 跟換墨盒 它說如果繼續使用 它按OK鍵 如果你按了OK鍵之後 它就會顯示文號 它的墨水量自然以後 都不會提示你了 這樣就可以繼續使用 這個大大的四四方方 就很容易偏出來 這個這樣的 有些細的 比較難一點的 現在示範一個細 比較困難一點 小這個 很容易弄爛的 現在新款出 全部都這樣 為了保護自己 那麼 放這顆東西 它藏了進去裡面 首先 找一點溶解膠 裡面的雙面膠紙 我們用白電油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滴一點點下去 滴一點點下去 滴幾個字 不要攪拌它 這個我已經浸過了 我都沒有割出來 浸過而已 你浸它一會兒之後 一兩個小時後 才處理它 預備雙面膠紙 因為它拔出來 都沒有黏力了 那我們就這樣割 不過要小心割 要不然弄爛了 就浸過了 那它這裡兩邊 先割兩邊 先割兩邊 兩邊不要挑 開一邊慢慢割 最好在桌面上做 不過我拍影片 放在手上做而已 在桌面做可以快一點 因為手會震 在桌面上做 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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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 其實雙面膠紙 已經脫掉了 最困難是 中間的兩個中間 裡面藏了一顆 側側的 可能影片不太深 這裡有一個圓形 那個就是 裡面的 CPU 當作是 它是核心 來的 在旁邊 切 向裡面 都是剛才這樣切 斜 45度 或者30度 斜 慢慢切進去 不要搖 切斜 切斜一下 它會脫掉 我也試過切斜 不過經驗 切斜得多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放在桌面 免得手抖 桌面很容易切斜 用力 可以用很多 切斜 現在切斜了 其實它已經脫掉了 也不要吊 為了安全起見 也不要吊 這邊也切斜了 這邊也切斜了 已經脫掉了 鬆了 我這樣做 我有經驗 也做了這麼久 才走出來 小心點 讓大家看著這樣做 再看一顆 再看下面 一個不小心就會爛 這顆 幸好剛剛沒有爛 它在這個位置 CPU 的位置 脫掉了一顆 黑色的東西 所以要小心點 這個剛剛看上去 沒有脫掉 它的同血位 它剛剛在正中間 很小 這顆就可以這樣 拿起了 記住剛才 這個在下面 上面有一個 一字 一字 點點 就在上面 用上面膠紙 可以繼續使用 也是那句 部機顯示 你放進去 它可以接觸到 就可以了 部機顯示 檢測好就照用 問好 你便繼續按按 按照用 就這樣做一個 永久脈合 多謝